好看一下 那么刚刚我们给大家建的一个项目 现在在这里面呢 我们呢新建一个模型类啊 新建模型类 那比如说这个模型类呢 我就建一个测试的类啊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choice怎么用 还有副文们怎么用啊 class 然后呢 比如说我就建一个叫做test啊 goose test吧 哎这样一个测试啊 我们测试一个模型类 我让他记得你这个mose.model 那么在这里啊 测试的一个模型类 那么在这里面呢 比如说我要定一个字段 对吧 代表我们商品的一个状态啊 这个呢 status 它呢 我们可以呢 使用这个model.small integer field 一个呢 是这个小整数 然后在这里面呢 哎 商品的这个状态呢 要么是上架 要么是下架 我可以呢 去限定它的取值范围 那么我就可以呢 指定它的这个choice 选项啊 给它等一个东西 然后后面显示一个verbal name 等一个商品的状态啊 商品状态 那么这些的话 这个choice选项呢 我们说它的格式呢 你就需要定一个东西啊 比如说我就定一个 叫status choice status choice啊 status choice 等于一个元祖 元祖里面每一个元素呢 也是元祖 前面第一个呢 是数字 就是它对应的值 比如说对应的 这个后面是一个字步传 是它对应显示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我就叫做下架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再来一个 一 一啊 代表这个 上架 OK 然后呢 在这边 choice呢 负值呢 就是在 但是这种格式的 然后呢 给它负为一个值 叫做啊 status choice啊 OK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 它的一个使用啊 就是choice选项的一个使用 那么使用文章呢 下面 比如说我再来定一个 这个呢 我就叫做啊 叫做detail 这个detail呢 是要记录这个商品的详情 那么商品详情的话 我们说 它里面呢 有一个mosle.tax field 但这个tax field呢 它就是一个文本框 你不能编辑它的一个格式啊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复文本 那么复文本的话 在这里面 我们给大家讲呢 是我们这个 一个啊 将过里面 引入一个复文编辑 这个复文编辑呢 叫做tndmce啊 是这样的一个复文编辑 我们使用的是它 那么当然 复文编辑呢 不止这么一种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 这个ueeditor 它也是一个复文编辑 我们这里面 使用的是tndmce啊 那么这个课念呢 我们之后会 再给大家发一份啊 发一份之后呢 多了第六章 第六章的6.1 就是这个 复文本的编辑器 那么在这边呢 首先啊 在将过里面 你要使用这个tndmce 这个编辑器的话 你首先你需要呢 去安装一下这个 包啊 在你的环境里面 去安装一下这个包 就找到你的环境 在里面呢 去安装一下这个tndmce啊 那么 在这个虚拟环境里面 进行一个相应的安装啊 现在安装 那么其实呢 我这个应该是装好了 我看一下啊 直接 pipe啊 我这已经装好了啊 那么 你装完之后 下面呢 你要使用它的时候 怎么使用啊 在这里面 使用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 在你的应用里面呢 进行一个注册 注册的是谁呢 注册的是tndmce啊 所以找到这边 找到你的这个项目的配置文件 在这里面注册一下啊 我就在上面写了啊 直接在上面注册一下这个东西 写上一个tndmce 哎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复文版编辑器啊 复文版编辑器啊 OK啊 是它 然后呢 把这个做完之后呢 下面 你需要呢 去配置一下 你这个复文版编辑器长什么样子啊 它呢 就得 有一个配置箱叫tndmce defaultconfig啊 把这个拿到你项目的配置文件里面啊 拿到这边 这里面呢 就是复文本编辑器的配置啊 复文版编辑器啊 编辑器啊 那么配置 然后在这边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配置什么意思啊 same代表是一个主题啊 advance代表是一个高级啊 其实呢 same主题呢 那就代表它的上面呢 有什么功能啊 advance代表是高级吧 然后这个wise和hat呢 是指定你这个 复文版编辑器的宽和高啊 宽和高 OK啊 这是它 然后呢 再往下下一步啊 在你的项目的UILS里面呢 写一个 增加一个配置项 这个配置项呢 UIL 开头 tndmce斜杠 然后在后面incloud tndmce.uils s啊 所以在这边 在这个里面 加一项 我们就加在这个上面啊 UIL R 上间空号 写上一个tndmce斜杠 后面写上一个incloud tndmce.uils 这里面呢 就对应着我们所说的这个复文版 编辑器啊 编辑器 OK 那么把这个写完之后呢 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用了啊 在你的模型里面就可以用了啊 怎么用 下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只是给大家说这个admin的使用啊 至于你自定义页面怎么使用啊 你看我们这个讲义啊 我们在课程里面不说啊 我们只是在后台管理用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用的时候呢 你需要从这个tndmce这个model里面呢 去导入这个类型 复文本的类型叫做tml field啊 然后你在定义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使用这个tml field就可以了啊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这里面用的时候 在这里找到这个models啊 在这边 from tndmc.models import我们的html field啊 导入这个models里面的复文本类型 然后在这里面就直接使用这个复文本类型 然后呢写上一个verbals name 我给它加上 然后叫做商品详情 详情啊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两个处境啊 一个是对应着我们翘选项 一个呢是这个detail 好 同时我可以在这里面给它指定一个model值 default等于一啊 代表上架 那么然后呢 下面指定这个表明 classmental 那么dbtable等于这个dfgoose吧 dfgoose啊 test啊 指定这样一个表明啊 那么现在有了它之后 下面呢 我们要去生成这个牵引文件啊 生成表 在这里面 清一下评啊 python manager py make 每一个reactions啊 每一个reactions OK 然后呢python manager py 每一个rate啊 OK 那么你在这里面做完之后呢 我这个obuntu这边呢 就有一个对应的表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show tables 然后你在这边 看到这个dfgoose test啊 看一下它的表结构 dsc dfgoose test啊 goose test啊 这有它的表结构 status 对吧 是一个small int啊 这个detail呢 是一个long text啊 OK 然后把这个做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怎么给大家简直呢 就是在我们的后台管理啊 那么去使用一下 注册一下我们这个模型类啊 在这里面 把这个类呢 导入过来 直接from我们的 booktest啊 点models import我们的goose test啊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只是做一个注册 define admin啊 点site 点 regest啊 然后呢写上一个goose test啊 OK 把这做完之后呢 下面 启动一下啊 pathon manager p 啊 启动之前呢 我们先创建一个超级管理员啊 还没创建的 create super user啊 然后呢在里面输入这个admin 哎 输入一个邮箱 admin atitcast.cn 然后呢输入一个123123 OK 搞定 那么在这里面 pathon manager run server 好 把这个启动之后 然后呢通过我的浏览器呢 进行一个登录 直接的输入这个啊 127.0.0.1 admin 对吧 是他 然后呢 输入这个 用户名 输入这个 密码 那么点击 登录 哎 这里面是不是过来了 对吧 过来之后啊 点开 点开之后呢 一个信息没有点击增加啊 你就一点击增加 哎 你看到这里 首先看商品状态显示的是什么 是不是上架和下架 对吧 显示为一个列表框啊 这个上架和下架对应着谁呢 他就控制我们这个 后台管理显示的这个列表框中的 标题是什么啊 是上架还是下架啊 你注意这就是我们的 statue choice 它里面的一个作用 然后 再往下呢 继续看我们这个东西啊 看这个detail 你看这个界面啊 它呢 对应的就是一个 富文门的 编辑框啊 这就是一个富文门的编辑框 你在那边编辑内容之后 对吧 你比如说你要编辑这个商品的信息啊 编辑这个 啊 对吧 你编辑 你编辑商品的信息啊 商品的相机 你在这边进行编辑啊 商品的信息 好 编辑完之后呢 你可以呢 对它进行一个格式的设计 比如说我在这边写一个加粗 然后呢 变成一个列表啊 编辑完之后呢 最后呢 我要在这边呢 进行一个保存啊 我一保存之后 对吧 往表里面是不是加一条信息了 对吧 这表里面到底保存的是什么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 select from我们的def 然后呢 故事还有一个test 对吧 点开之后看到这什么 Cellius保存的是谁 是不是1 这个1 就是我们 在这个里面设计的 这个商品价对应的前面这个数字 对吧 这就是最终啊 它给你添加到这个表里面的信息 然后呢 这个detail保存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 LTML标签 对吧 LTML标签呢 就是这个UL 然后LI 里面给它设计的样式 对不对 对吧 这里面 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说 它就是一个复文本啊 就是带有格式的这个文本信息啊 就是复文本 那么我们给大家说啊 就之前我们给大家说 你呢 我们去显示这个商品详情的时候 那么这个信息呢 它是从表里面拿出来的 要传给这种模板文件 里面含有这些标记的话 是会经过转译的啊 所以你在显示这个商品详情的时候呢 你需要呢 去关闭这个 转译啊 关闭转译 OK 那么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choice选项的使用 还有这个 风门编辑的使用啊 风门编辑的使用 好 这两点 说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刚刚在我们的模型里面 还有出现的 我们没说的地方 就是它 verbals name 还有verbals name plug 那么这一部分呢 那么这一部分呢 它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比如说先回到我们这个页面 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现在回到这个页面啊 回到我们这个首页 你看到这里面 你注册完模型类之后 这边显示的是什么 是不是goose test 对吧 然后呢 加上verbals name之后 你看一下啊 verbals name啊 verbals name 等于比如说我写上一个商品 那么我加完这个之后 你注意你看一下啊 直接现在刷新这个页面 看到这里面显示什么 是不是商品相片后 商品后面有个s对吧 然后呢 我再加一个verbals name plug 加上一个 verbals name plug 它等于这个verbals name 其实呢 就让它也等于这个商品啊 然后加完之后 在这里面呢 再一次去刷新这个页面 看到没有 看到效果没有 对吧 s就没有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这个verbals name 和verbals name 有plug的一个作用啊 plug一个作用 OK 那么现在你把这些都知道之后啊 我们这个模型类里面啊 我们这个模型类里面 就没有你不知道了啊 没有你不知道了啊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模型类里面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点啊 你看到 我们这里面写的图片 商品的图片 还有这个bunner图片 我们写的是不 阿波罗的图片 后面指定了一个东西 对吧 但是你要注意啊 其实其实我在这边 一个这个上传的文件 我都没见啊 你这个东西 它是给谁用的啊 它是给我们将过 默认的上传文件处理系统 用的啊 是给将过默认的上传文件处理系统用的啊 就是你使用默认的上传文件的话 你点击它就会上传到你设置的media root下面这个目录里面 对吧 但我们说了啊 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最终我们要使用这个分布式的文件存储系统 我们要修改它的上传行为 所以这边阿波罗的图片随便写一个啊 就可以啊 我们就直接写它了 其实我们没有这些目录啊 你就到这个作用啊 OK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东西啊 嗯 嗯 嗯 ms 嗯